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挡风玻璃前 挂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熊 呆头呆脑的令人忍俊不禁 一瓶车在香水 固定在驾驶台上 隐隐有花草的香气飘出来 突然想起何家骁在这台车里风流运势 我的鼻孔里似乎就闻到了一股不可描述的味道 心里一阵恶心 差点吐出来 雪来 这段时间雪来似乎消失了 表舅给我的存折还在我的身上 这段时间忙得不亦越乎 把她的事早就忘到了九霄云外 雪来不会就此消失的 我冥冥中感觉到有些危险 雪来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她敢独自一人闯侍卫机关 证明她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小姨在天亮前走了 白玲亲自来接的她 我甚至都没看到他们两个 小姨和白玲曾经联手对付过雪来 最后都是鲨鱼而归 连小姨都没办好的事 绝对不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而是一颗核弹啊 我决定给她打个电话 试探一下虚实 电话一通 我又赶紧挂了 原来抱着电话不通的希望就此破灭 雪来的电话畅通 说明她仍然存在 她没有消失 没有失踪 没有我一直希望的不了了之的可能 电话轰得响起 是雪来打过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 想要挂断 终究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谁呀 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 直截了当地问 我是雪来 玉镇长 雪来在电话里毫不客气揭穿我的身份 让我好一阵尴尬 好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看不见的电波 她看不到我的 不好意思 是雪来啊 我故意吃惊地说 不好意思啊 我拨错了 我想要挂 既然已经知道了她还存在 我没必要在电话里跟她废口舌 你没拨错 我也没拨错 雪来沉静地回答我 你不给我打 我也要给你打了 真巧啊 她感叹着 却丝毫听不出任何感情 你找我有事 我得继续装 你说呢 她一脚把皮球踢了回来 找我有什么事 我把身子仰靠在座椅上 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有时间我们见面聊吧 她说 声音慵懒 我听到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她似乎还躺在床上 也在跟我一样伸着懒腰 我在春山县呢 我说 把手机从左耳移到右耳 用肩胛骨顶住手机 腾出手来打开副驾驶坐前的工具箱 里面空空如也 却干净地看不到半点灰尘 没事 你要是忙 我可以去 她淡淡地说 随即听到她一声尖叫 我吓得差点摔了手机 对着话筒大喊 雪经理 雪经理 你怎么了 良久 话筒里传来她的声音 她似乎十分痛苦 我摔倒了 她说 挂了电话 她摔倒了 我一击零 她摔得严重吗 摔倒哪里了 她怎么就摔倒了呢 我茫然地看着车外 雪来说过自己是个有身孕的人 这一摔 不会把孩子摔掉了吧 这时候我才现自己原来一直很卑鄙 难道我在可盼雪来把孩子摔掉了吗 再拨过去电话 一直是盲音了 我呆坐在车里 六神无主 手机又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是刘小妹的 心里一领 难道好强又出事了 盲不迭接通电话 居然是好强打来的 虚弱地向我表示感谢 说现公安局为她成立了一个治疗小组 局长亲自挂帅 一定要把她的身体恢复过来 好强在表示了一通感谢后 支支吾吾半天 问我 预阵长 我得了什么病啊 搞那么大阵仗 记者也来 局里领导也来 我不会是得了不治之症吧 我连忙打断她的话说 好所长 别胡思乱想 你的病其实不严重 主要是你缺少了休息 多卧床休息就会恢复过来 你在安慰我 好强显然不相信我的话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 死都不怕 还会怕病 你得告诉我是什么病 真没什么大病 我断然回答她说 我全身无力 胃口也不好 你也不用瞒我 你要是相信我好强 就是话给我说 你要相信我的坚强 好强说话有气无力 但她执着地追问 让我茫然无措 我过来看你 我说挂了电话 启动轿车 好车就是好车 车一启动 就像船在 闭波荡漾的湖面上滑行 我在医院门口 买了一个水果花篮 卖水果花篮的女人 一口黑兮兮的牙齿 让人看着恶心 她十分夸张地迎接我的挑选 一边赞叹着 我是个有钱人 开这么好车的人 应该要买一个 配得上身份的水果花篮 我哭笑不得 又不得不随时避开 她一张口就溢出来的口臭 只好慌乱地 要了一个最大最贵的水果花篮 花取老子三百多块 刘小妹不在病房 好强一个人 躺在白色的被单里 手背上插着输液针头 瞪着一双无神的眼 看着窗外 看到我进来 她虚弱地朝我笑笑 想要起身 我按住她说 别动 好好躺着休息 好强还在笑 笑容牵动脸上的肌肉 显得有些猙獰 玉镇长 赵德权抓住了吧 她问我 眼里射出职业性的光芒 我没料想到 她一见我就问这个问题 来不及思索 只好老实说 没抓 不抓了 怎么不抓了 好强挣扎着欠起身子 显得有些激动 她聚群斗殴 死人了 还不抓 县里的决定 我说 搬出来县尾 县尾时的决定 这不是要草菅人命吗 她伸手要拔下针头 想要起身 你干嘛 我喝住她 瞪着她的眼说 好所长 我理解你 但你要知道 县尾的决定 不是你我能推翻的 何况 死一个快死的人 犯不着拉几个年轻力壮的 去陪葬吧 你这是什么话 她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 伸出一只手指着我 大声质问我道 是不是你在搞鬼 我苦笑着说 你放心 我不会搞鬼 也不想搞鬼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是知道的 有些事 不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真相 你说是不 好强颓然地垂下头 扭过去 不再理我 我知道 再聊下去 她不会跟我说一句话了 于是我起身 准备离开 刚起身 门被推开 刘小妹怀里抱着一个汤罐 急匆匆地进来 她的肩头还残留着几片 未完全融化的雪花 眉毛上 抖锁着雪的影子 下雪了 我走到窗边 看着外面天空里 纷纷扬扬的雪花 下雪了 刘小妹 抖落一身的雪尘 我回到床边 替好强 掖了掖背脚 像是对他们两个说一样说 我得回去了 工地上需要人了 告辞好强出门 停在医院门口的车 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 晶莹剔透 如粉如尘 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雪 这场雪不会下得太久 依我六年的浓谷经验 这场雪在午后一定会停止 接下来会是几天艳阳高照的日子 会把白云苍狗的天地 糟蹋得一塌糊涂 在接下来的第二场雪 就会不管不顾铺天盖地 春山县会在第二场雪里开始冬眠 第一场雪一下来 乡民们就会停住所有的活迹 在第二场雪还没开始之前 男人会把漏风的窗户 用薄膜塑料袋子遮掩饰 雨人会把地里的白菜和萝卜 扒回家来 会找出小小的火坛子 在自家屋中央燃气一堆干柴 男人们就会聚在烟雾缭绕的干柴边 各自拿出自家酿的黄酒 就一盘炒的焦黄的黄豆 互相比划着这一年来的收获 雪一下来 工地就得停工 工地停工 孙德茂就会像死了爷娘一样 愁眉苦脸 而前有鱼 还在漆冷的大牢里苦苦的 等待着奇迹 一阵风吹来 裹挟着几片雪花 扑隆在我的嘴角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 一丝冰凉浸入心底 我得去看看钱有鱼 我想迈开大步朝风雪中的小车走去 看守所的老莫这次坚决拒绝了我的请求 像避瘟神一样躲避着 不肯跟我见面 我站在看守所的大门边 岔开双腿朝大门里吼 老莫 老莫 你个狗日的 太不讲交情了 门边的武警看着我笑 挥舞着手里的枪 示意我滚远点 这次老子连看守所的大门都没进去 给钱有鱼 买的一些零食和一床厚厚的被子 还安静地躺在我的车后座 我看一眼东西 瞧一眼大门 任飘扬的雪花 把我染成一条仓狗 老莫 老莫 我不甘心地吼 老子不找你麻烦 就得帮老子把东西送进去啊 里面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雪花从空中飘落下来 隐隐听到嘶嘶的声音 叫了几句 我拿出一瓶水 一口气喝光 把空瓶子远远地扔了 缩到车里坐了一阵 又不情愿地爬出来 掏出一包烟 抽出一支要敬给武警 武警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 警惕地瞪着我 原来笑得嘻哈的嘴脸 转眼寒霜满面 他枪口一指 黑洞洞地朝着我 从牙缝里钻出一句话 在干扰直琴 小心一枪崩了你 我嘻嘻哈哈地笑 拍着胸脯子说 兄弟 你真是狗咬吕洞斌啊 武警显然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故意用春山县的县谱 说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转眼看到了别处 不再理我 我颓丧地回转身来 自己叼了一支烟 狠狠地吸 钱有余进来什么都没带 他一个光人赤条条地进去 身上又没几个钱 落在一群偷家劫舍的人手里 就他那点小小身板 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心里一阵愧疚 想象着他抱着双臂 冻得瑟瑟斗的样子 我的心像被扎了一个窟窿 鲜血在鼓鼓地流淌 没有我 钱有余不会进这个牢房 倘若他拿着征地补偿款 带着月堂村的一千多号人 走到哪里 都是特别受欢迎的人啊 可是因为我 他甘心情愿把钱拿出来 以为自己看到了光明 谁知道现在落得个深陷淋雨 惨啊 我在心里喊 老莫是坚决也不愿意出来了 派了个小警察出来对我说 东西留下 人先走吧 我无奈地把东西提到门岗前 嘱托小警察说 麻烦你一定把东西送到钱有余手里啊 小警察非常严肃地看我一眼 朝我挥挥手说 有规定的 看着他进了门 我向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 哀叹地想 老钱啊老钱 兄弟我现在只能给你这点温暖了 坐回车里 我再次掏出烟来 刚想点 看到小姨在醒目的地方 贴了一个禁烟的标志 于是把烟收起来 靠着椅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正要动汽车 沉蒙的电话进来了 玉丰 以推荐的优秀人物报道 明天头版头条啊 我连忙表示感谢 这是个几天来让我唯一欣喜的消息 我还有个事 想跟你说 沉蒙沉吟了一下 没有直接说出来 你说 我大声地说 什么事都行 真的 他不相信地问我 当然真的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得表示感谢啊 我得意洋洋 关于好强的优秀事迹 报道一出来 就会完全掩盖老鹰嘴打死人的事件 这年头 就连新闻媒体也是喜欢报喜不报忧 谁家不愿意栽花 难道有人想去栽赐 尽管老鹰嘴打死人的时候 我不在现场 可我是一阵之掌 我能逃得脱干系 就好像地上有一抛狗屎 只要在狗屎上插上一朵鲜花 人们的眼里就只会看到鲜花 谁又会去关心鲜花底下的狗屎呢 我爸想见你 陈萌说完赶紧补充说 不是我的意思 是他想见你 我一斗丛生啊 我跟他爸 陈书记 仅仅一面之缘 他想见我干什么 我迟疑着没有表态 陈萌显然急了 催着我说 你愿意不愿意啊 我愿意什么啊 我叹口气说 你爸是市委书记 跟我这个乡镇长扒杆子打不到边 但他是领导 领导要照下属谈话 我就是有天大的理由 能推脱吗 明白就好 他在电话里痴痴地笑 晚上能到吗 下雪了呢 我说 路远又滑 我怕赶不到 陈萌想了想说 确实是 这鬼天气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下起雪来了 要不 等雪化了 你再来吧 不行 领导召唤我 就是天上下刀子 我也得去 我无可奈何地说 启动汽车 告诉陈萌晚饭前 一定赶到横跃室 陈萌犹疑了一下 说 还是等雪化了再来吧 我怕万一出了意外 我可担不起责任 没事 我安慰他说 放心好了 陈书记相邀 这是天大的喜讯 如果换作平常 我一个小小的阵长 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很难 何况还能促膝谈心 也许中间会隔一个桌子 但毕竟是两个人谈话 这样的殊荣 就是花钱 也未必能有的 我明白这中间陈萌 一定起了作用 否则 一个日理万机的市委书记 无论如何 也不会找我这个小小的阵长 谈话 难道是春山县副县长 人选的事 我的心里突然像被钻进去了一只老鼠 捏咬着我的心脏和血管 心一颤 手就偏了一下 小车一下滑了出去 差点跌进路边的沟里 于是赶紧脸睛巨神 小心翼翼地朝着横跃室奔去 滑灯初上时分 我的车进了城 街上站着几个交警 身上一片雪白 我是个没驾照的人 因此我只要看到交警就掉头 七弯八拐的 直到夜里八点 才把车开进市委家属大院 我的突然出现让陈萌惊喜了一下 他奔过来 站在我面前 前后左右地看 嘖嘖说道 你自己开车来的 我点头 骄傲啊 你可没驾照 胆子真大啊 陈萌叹道 厉害嘛 吃过梅 他端向着我 确信我全身毫无损 后问我 我摇头 舔了一下嘴唇 感觉到肚子里咕咕作响 先吃饭嘛 他招呼保姆给我准备饭 自己拉着我朝楼上走 嘴里嘀咕道 吃晚饭的时候 我爸还在问你呢 我看很晚了 以为你暂时来不了了 我给你看青样啊 关于你们农古镇 优秀干部事迹的报道 陈萌在前面走 回过头朝我奄然一笑说 可真是我自己写的 一个字也没让主任改 我们上楼的脚步声 惊动了莫阿姨 莫阿姨看到我 淡淡的一笑 没有言语 转身又进了房 陈萌的闺房 与黄薇薇显然不同 黄薇薇的闺房里 处处是女人的脂粉味 而陈萌的闺房里 不经意间能领略到 粗广的魅力 她的房间温暖如春 空调机传出一阵阵的热气 扑打在身上 让人感到一丝燥热 还没坐稳 莫阿姨在外面敲响了门 叫道 萌萌 请客人下去吧 阿姨准备好了 陈萌吐了一下舌头 精灵鬼怪地扮了一个鬼脸 让我突然感觉到眼前的她 不是那个冷如冰霜的美人 下了楼 才现陈书记端坐在沙上 手里拿着一副老花镜 笑意吟吟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虚 腿差点就软了 赶紧驱步向前 十分乖巧地叫了她一声 陈书记 这一路还顺利吧 陈书记收回笑 问我 还好 很顺利 我说 勾着腰 站在她面前 听萌萌说 你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横月氏还有这样的一个干部 我倒要见识见识 陈书记不动声色地说 脸上丝毫看不出表情 陈记者可能夸大其词了些 我说 感觉有汗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偷偷地伸手一抹 却什么也没有 你不用紧张的 既然把你叫家里来 就不是找你谈工作 陈书记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他显然很受用我这种毕恭毕敬的态度 其实 像他这种级别的干部 我们这些小虾兵蟹将 都是养他鼻息的一类 何曾敢面对面直输心意 我不紧张 我说 双手却不自觉地贴紧了裤缝 脸上死尽想笑 牵动着几片肌肉 我知道肯定比哭还难看 老陈 你别吓着孩子 让他先吃饭吧 莫阿姨过来在陈书记旁边坐下 挥挥手说 天寒地冻的 又赶了那么远的路 先去喝碗热汤吧 在横跃市最大的干部家里 在两个威严的干部眼皮子底下 纵然摆着一碗龙肉汤 我又何曾敢去冻一下嘴巴 陈蒙却不管不顾地奔过来 拉着我就往餐厅走 我局促起来 轻轻地甩了几下 没甩开 只好任由他拉着 在餐厅的一张花梨木椅子上坐下来 保姆垂着双手站在一边 看我坐好了 才给我端来一碗珍珠银耳汤 陈蒙在我的对面坐下 歪着头看我吃 我痴疑着说 陈记者 你不看我 行吗 你看着我 我吃不下 陈蒙腮帮子一股 嘻嘻一笑说 不对啊 古人说 秀色可餐 你的胃口应该很好的啊 我心里一动 说 秀色可餐 都是自己的女人 别人的秀色 能餐吗 陈蒙脸一红 疼得站起身 背对着我说 你吃吧 吃好了 老爷子要看你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了 我在心里哀叹了一声 陈蒙家里不是鸿门宴 但要想全身而退 估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正已经身在虎穴了 老子不拼一把 别人还以为老子是个孬种 我暗暗地想 一口气喝光碗里的珍珠银耳汤 突然感觉一股热气从丹田升起 促使着我胆气豪壮起来 仿佛眼前即便有千钧万麻 老子取个首级 也如炭壤取乌一般 我要去炭营了 领导干部都喜欢读 资质通鉴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陈书记手里的书后 得出的总结 莫阿姨看我过来 指着对面的杀药我做 我只能侧起半个屁股 不敢坐实 毕竟是市委书记的家 我不能梦浪 陈书记对我的坐姿显然很欣赏 从他的眉眼中可以看出来他的满意 其实 坐姿对于一个人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凡是一个晚辈 在前辈面前大啦啦地坐 即便天纵奇才 前辈心里也会不少 至于官场的坐姿 更是有讲究 做领导的都喜欢随意 抽烟说话 仿佛在家客厅 所谓谈笑有红儒 不过如此 而作为下属 必须要侧身而坐 面含微笑 不卑不亢说的是屁话 在领导面前 一定要诚惶诚恐 陈书记看我的眼 盯着他手的书 顿时来了兴趣 问我 读过 我赶紧点头 说 走马观花 话一出口 又感觉不对 立即声明说 太深奥 读不懂 陈书记满意地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 不怪你 读得懂这本书的 自然有 安邦治国之才 你还年轻 敢读 能读 已经很不错了 我再次表现 诚惶诚恐 陈书记把书递给我 示意我看看 我双手接过来 小心地打开 看到书里被画的 左一道扛 右一句批语 心里顿声 无限崇拜 我读书 都是一目十行 胡伦吞枣 以至于我常常认为 张飞占秦琼 可能在历史上 曾经真有过 小玉 你是笑笑的男朋友 莫阿姨率先开口 我知道笑笑是 黄薇薇的小名 当年陈书记夫妇 认为叫笑笑 要比薇薇好听 从此就叫了下来 而且成为他们夫妇的 专有名字 我不置可否地点头 又摇了摇头 莫阿姨对我的行为 显然很不解 加重了语气再次问我 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好回答说 莫阿姨 其实我跟薇薇 话没说完 陈书记阻止了我说下去 说 家长里短的事 不要说 莫阿姨就住了口 起身走到楼梯口 回过头说 你们聊 我先去休息 莫阿姨一走 陈蒙就过来了 跟我做一张长纱 他刚洗了头 淡淡的幽香 直往我鼻孔里钻 我侧眼看他 他穿着奇希的浴袍 脚趾压调皮地 在拖鞋里跳跃 他显然没有穿胸罩 我似乎能看到他坚挺的 顿时一阵心猿一马 陈书记不动声色地咳了一声 扬起眼皮说 茫茫 你还不去休息 陈蒙似乎很怕父亲 他闻声就站起来 又仿佛很留恋 杀得柔软 站着不肯离开 家里有客人 陈书记不怒而微 陈蒙却不在乎地笑 说 爸 你叫我走 你跟玉峰聊什么呢 陈书记爱怜地看了女儿一眼 拍着身边的沙说 也是 你坐这里来 你再也好 我跟玉镇长聊点工作上的事 你听听 也是好事 陈蒙就在陈书记的身边坐下来 拿出一把小指甲钱 聚精会神地修剪起他的指甲 玉镇长 你说说你们牵纸的事吧 陈书记语气淡淡 并不看我 他叫我玉镇长 自然是刻意与我拉开了一段遥远的距离 像我这样登堂入室的人 不是亲戚 也是走狗了 但他还刻意这样叫我 显然他并不相信我 我一五一十把牵纸的事汇报了一遍 特别说明牵纸是郭伟的功劳 没有郭伟 农古镇现在还窝在山嘎拉里 陈书记显然对郭伟有印象 问我 是市委下去的小郭吗 我连忙说是 陈书记沉吟了半想 拍着书说 嗯 小郭这人还不错吗 有胆识 是个可造之才 坐在一边的陈蒙嘴一品 说 我看那个郭伟啊 就是个投机钻营的家伙 你懂什么 陈书记训斥着女儿 党的干部 有组组织领导 陈蒙吐一下舌头 朝我半个鬼脸 你们签纸后 有什么打算 陈书记又问我 我心里想笑 这么点小事 关你市委书记屁事 衡阅是七百万人口 辖八县五区 一个市委书记 如果管起这点 鸡皮算毛的小事 不累死都对不起天地良心 我只得重新梳理思路 这次我没说郭伟了 而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说 陈书记 农谷镇是春山县 最偏远的乡镇 虽然资源不丰富 但有着城里人 都羡慕的乡村生活 我的想法是 把农谷镇打造成为 横跃式的旅游乡镇 陈书记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 农谷镇有横跃式 唯一的温泉 我想把温泉开出来 不错的想法 陈书记拍了一下大腿 转头看了女儿一眼 说 你没说他那里有温泉哦 陈萌调皮地一笑 说 我如果把书名都说了 你还会找他了解 陈书记淡淡一笑说 小家伙 还给爸爸藏着叶着啊 陈萌就看着我笑 把双腿盘起来放在沙上 把半个身子 围在陈书记的身上 撒着娇说 这个御风 鬼点子多着呢 陈书记呕了一声 看着我说 你有些什么鬼点子 说来听听 我心里大声叫驱 拿眼去瞪陈萌 却现他盘起的双腿间 隐隐透出一抹星红来 你瞪我干嘛 陈萌白了我一眼说 你敢说你没鬼点子 打死人了 你却推出个优秀人物出来 礼带桃江的事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 仿佛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 我顿时尴尬起来 低下头不敢去看他们父女俩 怎么回事 陈书记问我 无庸置疑地要我回答 我老老实实地说 陈书记其实不是打死人 只是个意外 意外 是的 我说 工地上施工 当地农民想找麻烦 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跤的是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了 走路都走不稳了 死了 过世了 我说 都按有关规定处理好了 陈书记呕了一声 不相信地转眼去看女儿 我连忙朝陈蒙使眼色 他显然看到了 只好说 可能是我调查不实 一定要处理好干群关系 陈书记告诫我说 老百姓不能有半点委屈 我们当干部的人 就是为他们服务的 我使劲点头 感激地朝陈蒙微笑 陈书记话锋一转 问我 你是市里下去搞社交的干部 我说是 心里涌起一股希望 知道现在的话 开始进入正题 丝毫也不敢松懈了 去乡里几年了 六年了 过年就是七年 我说 想掏烟 我一紧张就想抽烟 一抽烟 我的思想就能活跃 这个规律 我屡试不少 嗯 不错 陈书记汉手 对我说 想抽烟吧 陈书记不抽烟 我岂能造次 我赶紧摇头说 不想 想抽你就抽 没关系 陈书记大度地一挥手 在他的鼓励里 我抽出烟来 却不敢点 放在鼻子底下 嗅了嗅 又放回烟盒里 小玉啊 你有没有想动一下位置 陈书记盯着我的眼说 我做的事还不够 我还要继续努力 我说 赶紧表态 心里却是一阵窃喜 换了位置 可能更利于拟挥能力 陈书记转过头不看我了 而是去看 唯一在自己身上的女儿 我是真的还需要继续锻炼 我说 我怕我不能信任新的工作 陈书记不满意我的回答 起身站起来 说 你好好想想吧 他静止朝楼上走 扔下我和陈萌在客厅里 傻瓜 陈萌等到他父亲的背影 消失在楼梯后 几乎是跳起来骂我 他气势汹汹地从沙上站起来 伸着指头指着我说 玉丰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不置可否地笑 不理会他的责骂 你就是一头猪 他从对面的沙上跳过来 飘扬起来的头 直接撩拔到我的脸上 几根细似乎钻进了我的鼻孔 刺激得我差点打出喷嚏 我是真傻 我说 我确实是一头猪 一头猪啊 我明白了 陈萌颓然地跌坐下来 你不傻 我看错你了 我还是笑 我这招叫欲擒故纵 如果我急不可耐地贴上去 陈书记绝对会看不起我 去看你的微微吧 陈萌气鼓鼓地说 眼里迎上来一层薄雾 我站起身 抱歉地说 萌萌 谢谢你的好意 真的很感谢你 说完就往门外走 站住 他在我背后轻贺了一声 我站住身子 等着他继续说话 他却赤着脚跑过来 突然抱住我的头 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想让你做孩子的爸爸 这简直是石破天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经像一只花蝴蝶一般 飞上了楼梯 我应该是什么事 复权就被删了